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思 这个前段时间大批银行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这个新闻是非常的火啊 很多朋友也问说小思这么多银行成立了专业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对我们老百姓下一步的理财 尤其是银行理财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啊 因为银行理财真的是广大老百姓最最重要的理财手段之一 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先看看啥是银行理财子公司啊 可以这么理解 把银行理财子公司当成银行的一个儿子 那以前呢像什么吸收存款啊 理财啊放贷这些事通通的都是由爸爸来干 那么现在呢看着哎 说这个儿子长得不错啊 这个能自立门户起来干了 哎就把这些业务分出去了 那么由他这个儿子独立的来进行理财方面的专业服务啊 专业运作 那当然了这个儿子呢可以是银行啊 自己不服了一个蛋 也可以是银行和两家一家等等若干家机构吧 一块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儿子 当然门槛不低啊 最少的注册资本金也是在10亿以上 而且是10角啊 基本上银行理财子公司就这么个性质 那么银行理财子公司 尤其是大量的银行成立 银行理财子公司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好的坏的可能都有好的更多一些 看这几条好的啊 第一个理财门槛肯定降低了 咱们知道啊 以前银行理财的门槛基本都是5万起 那么前段时间有些银行调整到了1万起 那么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估计就跟很多PP平台一样了 当然我们还是100啊 但是它可能会降到1块起 也就是说银行理财的门槛 哎一下降下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以后的购买更方便了 或者我们更笼统的说 就是以后银行理财子公司 或者银行能够提供的理财服务 更加的专业了 更加的专注于这个方向 这对我们是个好事 你比如说之前如果你买银行理财的话 第一次是要到柜台去买的 那么以后才可以通过手机啊 通过电脑来买 那么今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这些银行理财产品 很方便了 柜台买也行 手机买也行 网站买也行 通过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 像现在的什么天天基金网支付 什么的买也行 服务更加方便了 这是第二个优势 那么第三个优势呢